洛杉矶线Norwalk 1月27日在Studebaker路与Rosecrantz Avenue交叉口附近发生一起武装抢劫事件 38岁的Hard Castle与酒店外持猎枪抢劫店员 警方到场后 Hard Castle拒绝投降并与警方对峙 即便警方使用防弹盾、泰色枪和40公里泡沫弹发射器试图逮捕 在对峙中 Hard Castle被迫投降 并在进战后被泰色枪制服 更在现场发现装弹的线弹枪和两把突击步枪 Hard Castle因抢劫 攻击警察和非法持有武器被起诉 落线警察局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正深入调查此案